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封建王朝的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被视作天地的主宰 为了巩固君主专制,防止权力分散 许多君主采取措施来限制大臣的权力 例如,宋太祖赵匡应的杯酒士兵权 以及明太祖朱元璋处决了多位功臣,留下狡兔死,走狗烹的印象 在唐朝,玉池公是协助李世民登基的伟大功臣 也因此成为李世民担忧的将领 然而,玉池公因功高气傲,不注意言行,引起了李世民的担忧 为了考验玉池公,李世民故意将心仪的公主嫁给了他 幸运的是,玉池公理解了皇帝的用意,因此保住了性命 这个例子,清晰地展示了皇权的不可侵犯性 然而是皇帝限制大臣的权力 还是大臣的行为和性格决定了他们在朝廷中的命运呢? 玉池公生于隋朝末年,东北朔州一个普通家庭 父母早逝后,他被一位铁匠收养 在大街打铁锻造养活自己 玉池公各自魁梧,臂力过人,又聪慧好学 让义父看他如同亲生儿子一般 隋阳帝暴政日慎,各地农民起义军到处流窜 玉池公目睹义父殿里,整日有人来打造兵刃 心中也萌生报效天下的念头 义父便将家传紫金刚鞭赠予他 让他去投奔一位县官刘武周,一展才华 这时,以李渊父子为首的唐军,势如破竹,战功标柄 刘武周在和唐军一次交战中阵亡 玉池公也被李世民俘虏 但李世民意外地放了他 还归还所占城池,想拉拢玉池公到自己麾下 玉池公起初不为所动,厚重了唐军的埋伏 这才投降李世民 玉池公虽然出身普通,却自小有就是寄人的梦想 他身强力壮,又勤奋用功,获得了义父的赏识和器重 当义父把紫金刚鞭赠给他时 玉池公激动难言,终于有机会实现夙愿 他决心随刘武周出征沙场 为受苦的老百姓出一份力 玉池公并不贪图荣华富贵 只想借助自己的力量,为苍生除暴安奸 玉池公投降李世民后,并没有因为投降而丢失信念 他看到李世民有志气 有望推翻随朝腐朽统治,重建新秩序 于是,玉池公虽身为战俘 还是决心追随李世民 为他重新建立大唐江山而奋勇杀敌 玉池公的胸中始终怀揣人民苦难 这也成为他效忠李世民的动力所在 626年,玉池公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 他为了李世民夺取地位,不惜试杀皇族 可见他对李世民寄予厚望 玉池公希望李世民能光复大唐 让百姓脱离水深火热 为此,他可以不顾良知,只求达成理想 功高震主,是古今中外经常出现的故事 玉池公也不例外 他在得志之后,变得骄傲自大 忘记自己的身份,公然与皇权对抗 险些丢了小命 玉池公性格直爽,不善交际 在朝堂上多次当众羞辱宰相们 引起许多不满 李世民为他的战功,一直没有加以责难 632年,玉池公受邀参加皇宫宴会 发现座位居于许多文官之下 当即大发雷霆 他认为自己冒着生命危险 立下赫赫战功 理应坐在守卫 任臣亡理 道宗劝他 结果被他打伤 玉池公得到重用后 开始目中无人 认为自己的功劳无人能比 他自视甚高 看不起文官的办事方式 在他眼中 文字功夫不及自己领兵杀敌来的实际 因此不把文官放在眼里 这种功高自傲的心态 导致他在宴会上公然侮辱文臣 最后惹怒了皇上 玉池公的问题在于 他将自己在战场上的功劳 看得过分重要 而轻视了文质之术 他不明白 治国需要文武双全 武断专行 只会招致火端 他的狭隘事业 使他目中无人 引火烧身 作为皇帝的得力助手 玉池公本不因如此自大 更因警方权力膨胀之害 李世民看到玉池公如此目中无人 担心他日后生出异心 对皇权形成威胁 一个武将功劳愈大 对皇帝的依赖就愈小 将来或可借助军功 对皇权形成制衡 李世民决意除去这个潜在的心腹大患 李世民想了个妙计 决定一级女驾与玉池公 借此试探他的忠心 一日 李世民召见玉池公 热情称赞他的功绩 言谈之间 暗示要把自己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他 玉池公聪明过人 一听便知皇帝的试探之意 当下大惊失色 自己已年过半百 皇女才十几岁 怎可能争取公主 再者 皇帝对公主溺爱有加 若真把女儿嫁自己 势必引起大臣的不满 玉池公明白 李世民这是在试探 他有无君权觊觎之心 如果自己一时得意 真的答应娶公主 那无意宣布 自己觊觎皇权 李世民定会痛下毒手 届时全族老小都难逃一死 当玉池公听说要娶公主时 立刻警惕起来 他意识到 以皇帝的疑心病 这绝对是在试探自己 如果答应了 李世民定会认为自己有疑心 那么自己和家人的性命都难保 玉池公一向稳重聪慧 立刻明白皇帝的苦心 只求全身而退 玉池公其实内心也有一丝喜悦 能得到皇帝器重至此 娶亲公主 是非常高的荣誉 但他明智地按捺下心中欣喜 因为家人的生命安危 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自己轻举妄动 全族老小都将难逃一劫 所以玉池公果断谢绝了公主 化解了危机 于是玉池公连忙 谢过皇恩 以自己已有老妻 在家为由 拒绝了这门姻缘 李世民见他有自知之明 对他放心不守 打消杀意 玉池公靠着极实明智地推辞公主 化解了李世民的猜忌 保全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否则以李世民的疑心病 自己性命难保 全族老小也难逃厄运 玉池公的经历提醒人们 功高震主是危险的 助军也不能贪图功劳 觊觎权力 玉池公如果能时刻 警记自己的身份 注意严刑 不在皇帝面前张扬 以助军为己任 他的处境不会如此险峻 但他一时得意忘形 引火烧身 差点丢了性命 玉池公原本清白朴实 心细百姓 但功成名就后 逐渐迷失自我 陷入权力漩涡 不能自拔 他忘记自己是为了老百姓 才奋勇杀敌 反而沉溺于荣华富贵 悟空一切的虚荣心态 这导致 他在皇权面前引火烧身 性命堪忧 人生最难的是守城 很多人得到成就后 都会出现骄傲自满的心态 这往往会让人失去清醒的头脑 在关键时刻 做出错误决定 玉池公如果能守住初心 他原本可以功成身退 安享晚年 但他在成功后迷失自我 才导致险些丢了性命 玉池公的经历 给后人已深刻警示 驻军之臣 不能目空一切 贪图权势 更要学会隐忍退让 永保川流不惜之德 否则一旦得罪皇权 后果不堪设想 明军也需要警惕 功臣过于强大 不能给他们过多权力 否则终究威胁皇权 玉池公后期 明智的隐退政坛 归田种地 免受皇权迫害 可以说是聪明的抉择 他的故事警示人们 驻军 不能贪图功高震主 更要学会退隐山林 方可长久安康 玉池公是唐出一位 功高震主的典型例子 他冒着生命危险 助李世民夺得地位 却在得知之后不知检点 引来李世民猜忌 在李世民设计试探时 玉池公明智地保全了性命 玉池公的故事 玉井人们 功高震主终究是危险的 助军也不能目空一切 贪图功明 要学会隐忍退让 方可长久沾光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